無論你的小朋友有多難教,我都會幫你教好他 大家好,我是MissEmma,我是一位BCBA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今天這條是一個教學影片 教家長怎樣可以好好運用我們明天免費派發的免費教材 這份免費教材就會講述形容詞 如果你發覺你的小朋友不懂得怎樣運用 甚至不能理解形容詞的話 記得不要錯過這份教材 形容詞的運用 包括當你的小朋友需要描述一些物件 例如說,車子很大,筆筆很長 甚至他需要理解別人指明什麼物件 例如給我最大的車子 又或者拿最多的紙巾給我 所以其實在語言,溝通,甚至表達的情況下 經常都會有形容詞這個範疇 但為什麼我們都有,有機會需要用到一些教材 去教你的小朋友形容詞? 可能有時候,一些實質的物件不能夠很容易表現 或者是突顯到那個物件的特性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運用圖卡這些教材去教他 例如說,兩樣的物件 一個是長,一個是短 第一,你需要找到兩個物件是一模一樣 然後一個是有長,一個是有短之分 如果不是,兩個物件的樣貌不同 你不知道你的小朋友會不會會錯意 以為紅色那支,這個有紅色的叫長 但原來,殊不知,我不是想突顯紅色叫長 而是那個長度最長的那個叫長 所以有時候,可能在日常生活裡面 在裡面,家長會有困難去找到一個適合的教材 一些實體去教導你的小朋友的話 這份教材裡面的圖卡就可以幫助家長 比較方便、快捷 甚至乎是更容易突顯到不同物件的特質 讓他知道究竟是形容中這個物件哪一方面的特質 在淋淋種種那麼多不同形容詞方面 所以我們今期選了兩個比較難的 可能是用實物去展現的一些物件 包括多與少和長短的概念 多與少當然最好就是可以拿到很多不同的實物 有很多一模一樣的 可能是水果或者是紙張 甚至乎是文具 去反映給小朋友聽 哇,這一堆全部的東西都是同一個物件 不過它有很多 甚至乎另外都是一樣的物件 不過它的數量就是很少 另外就是長短 主要就是特顯它長短的特質 所以兩個物件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們唯一的分別就是長度 可以先來看看我們這份教材的內容 第一樣就是我們特意用圖片來展示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蘋果和很少的蘋果 當然,數量我們不是永遠都框死我 有六個蘋果和一個蘋果之分 它可能有時候會有多些 有時候小的數量不一定是一才叫小的 可能是有很少的數量都是為之少的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香蕉和很少的香蕉 同樣地有多些不同的例子 讓你的小朋友能夠應用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車和很少的車 很多的飛機和很少的飛機 筆文具或者電話 我們都會用來做一個例子 讓你的小朋友理解什麼為之多 什麼為之少 同樣地我們也有兩個物件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特顯它們分別的特質就是長度 所以你會看到兩支圓筆都是一模一樣的 二,一支是很長,一支是很短的 樹枝,圓筆,或者我們有的火柴,樹枝 又或者是竹枝,丫叉,甚至膠布 可以看到我有時候特別去運用一些物件的形容詞 是配合那個物件的 例如我們很少會說蘋果很長 但我們很多時候會形容一支圓筆是很長的一樣 所以當家長找不同的實物去形容的話 最重要都是要記得 究竟在一個現實或者在一個自然的生活裡 你是不是會運用這個形容詞去形容這個物件 在教學的方法裡 我們也會先由最基礎的訓練階段去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第一步最簡單的 可以由配對這個訓練階段開始 你可以在面前拿兩張圖卡 一張圖卡就是有很多的物件 另一張就是有少的物件 然後你再拿起另一張圖卡 那張圖卡可以是上面有很多的物件 或者是很少的物件 叫它去配對 幫我放在很多的物件上面 那它就會手拿著一張圖卡 有很多的物件 放在另一張很多物件的圖片上 透過配對的概念 其實是在練習著 它們能夠歸類 將一個的概念去歸納 知道原來這個系列的東西 有很多的物件在圖片上面 我們叫多 要歸納它為同一個多的裡面 同樣地歸類它為一個很少的裡面 甚至長和短的概念 都可以先由配對的練習階段開始 幫你的小朋友 能夠順利地把不同物件的特質 做配對 配對了一個相同的特質之後 下一步就可以做拿取的訓練階段 同樣地在桌面上 你可以放兩張圖卡 一張圖卡上面有很多物件 另外一張圖卡上面有少的物件 然後你就跟它說 我想拿一張多的 那它就要看到兩張圖卡 它要記得多是哪一張呢 然後它就要拿相對地多物件的那張圖卡 去給你了 當然 可能是進階去一個訓練階段的時候 你的小朋友未必能夠這麼快去適應 或者知道究竟要求是什麼 當中也可以給回有效的提示 不論是你先叫它配對 可不可以幫我放多的物件 它拿起一張圖卡 放到多的物件上 你馬上叫它拿回多的那張圖卡 那你給我多的那張圖卡 它就拿回剛才配對了多的那張圖卡 去拿回給你 這個提示方法 其實是非常有效去促使你小朋友的思想 或者是經過自己的思考去想到答案 但當你發覺你的小朋友 可能比較轉列的提示方法 未必是最適合的話 亦都不介意可以直接向他指出答案 那就是代表了 桌面上都有兩張圖卡 然後你跟他說 我想要多一張圖卡 然後輕輕用你的肢體語言 可能是指一指 甚至可以拉拉他的手 去拿那張很多物件的圖卡 直接的提示方式 小朋友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不需要猜太多 非常簡單 容易地理解到 你對他的要求是什麼 當你的小朋友 能夠完成到拿取的這個訓練階段之後 就可以需要他們口述去描述那張圖卡的特徵 你可以拿起那張圖卡 假設就是上面有很多物件 然後你就問他 這張圖卡是怎樣的 他就可以說 有很多車 同樣地可以跟他做到一個便別 一個對比 你可以拿著一張圖卡 上面是很少物件的 然後就問他 那這張是怎樣的 這張是很少的 當然如果你要求你的小朋友 去口述去描述那張圖卡 盡可能都有兩張圖卡 作為一個對比 因為形容詞的形容是透過對比 你不拿起兩個物件 其實我沒有得比較 不知道這個是長還是短的 只有是因為對比之下 他才能夠分到 究竟這個是多還是少 這個是長還是短 所以在問一些口述 需要去描述那個物件 或是描述那張圖卡的時候 也可以拿起兩張圖卡 你看看 這裡有兩張圖卡 然後指出其中的一張 你看看這張圖卡 它是怎樣的 透過比較 它能夠運用到它的形容詞 去描述這張圖卡 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做法 希望這份教材可以幫你的小朋友 開始逐步去掌握到形容詞 我們這份免費的教材 將會刊登在明天的Facebook page上面 如果不想錯過的家長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